主料 面包粉200克 牛奶90克 棉白糖40克 酵母粉3克 鸡蛋1克 辅量 黄油25克 盐2克 卡士达酱100克 准备时间10分钟内 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 主料 面包粉200克 牛奶90克 棉白糖40克 酵母3克 盐2克 卡士达酱100克 黄油25克 鸡蛋1克 全部材料出黄油 卡士达酱碗 全部倒入面包集中 先倒入液体再放入盐 糖 面粉 最后在面粉上挖个坑 放入酵母再埋上 启动和面程序20分钟 检测一下面膜的情况 能拉开略后的面膜 可以放入软化的黄油了 再启动一个和面程序20分钟 检测一下可以拉出薄薄的面膜了 圆动边缘很光滑 取出面团滚圆放入盆中 加盖保鲜膜放温暖出醒发 面团醒发2.5分以上 用面粉沾满手指做一个洞没有下陷 合格 取出面团排气后分割6分 滚圆 加盖保鲜膜松时15分钟 取一面团改成椭圆形 由上往下卷起 卷好的面坯放入烤盘里 进行最后的拔酱 请发1.5倍大以上 在上面均匀的刷上一层蛋液 再把卡士达酱体在面包坯上成网纹形状 放入预热的烤箱中上下火180度15分钟 烤成金黄色的面包 上晒后 加盖西纸 取出烤好的面包 放入烤网上晾凉 烹饪技巧 这款面包很好吃 很软 做的时候关键部位就是面包装饰 要把卡士达酱均匀的集在面包上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